焦点APP 从凤港到南边的嘉义县的外山顶州的灯塔 涵盖了苗栗县 台中市 彰化县跟云林县 总面积大概有76300公顷 号称是台湾第一座海上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环境 究竟中华白海豚是什么样的一个动物呢 领悟局的这项规划案又象征了什么样的意义 今天我们节目就邀请到了台湾妈祖与保育联盟的秘书长 甘诚仪来为我们细说分明 秘书长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秘书长大概很多人会很奇怪 为什么请到了妈祖与保育联盟的秘书长 来跟我们介绍中华白海豚 这跟我们今天的主角有什么关系呢 秘书长是不是要先跟我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妈祖与跟中华白海豚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妈祖与就是白海豚 那妈祖与其实是台湾的渔民对白海豚的昵称 那为什么也会有这个昵称 主要就是因为像最近沙尾肖妈祖 就是有开始有非常多的 就是三月开始很多的妈祖的祭典 或者是大家妈祖绕境这样子的一个宗教活动 那其实在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就是 这个时候也恰好是东北季风转弱的时候 那东北季风转弱之后海面它会变得比较平静 这个时候其实就很容易看到白海豚 那因为刚好这个时间是接近妈祖生日 所以以前的渔民就认为说 这些海豚是来帮妈祖祝寿的 有这样子的一个联想 所以就取了一个就是妈祖鱼的这个绰号 所以这个名称已经流传很久了吗 对对对 像您刚刚提到就是白海豚 为什么我们又有人叫它中华白海豚呢 其实就是像中华白海豚或是像妈祖鱼 这其实都是它的俗称 也就是说可能它在科学上只有一个学名嘛 就是拉丁文 但是在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在台湾我们可能叫它妈祖鱼 可能叫它中华白海豚 或者是台湾白海豚 那在中国沿岸呢 可能有些可能叫它镇江鱼 所以其实是有个非常多不一样的名字 但是我们其实所指称的都是同一种动物 就是白海豚 对 我们刚刚开场的时候也有稍微提到一下 中华白海豚目前是濒临绝种的一个 保育类的野生动物 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它这个白海豚究竟是什么样的动物 跟我们一般看见的白海豚有什么样不一样吗 是我想可能有些听众 就是有到东部去上过鲸豚的经验 那其实白海豚它其实就是像我们东部的鲸豚一样 它们都是鲸豚都是海豚 那非常大的不同是第一个是 可能大家一想到鲸豚要上鲸 都是想到东部 但是我们的白海豚它是只有局限 就是居住在西部 那另外一个特点就是 它生活的水域非常的浅 大概水深30公尺以内的这个范围里面 你才看得到它 所以它是一种离岸非常近的海豚 所以当我们自己 就是我们联盟在推广这些 保育的一些观念的讲座里头 我们都会提到说 其实我们不需要坐船出去 只要站在岸边就有机会看到白海豚 因为它离岸真的非常的近 哇 所以我们在岸边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活动了 对 就是说我们选一个适当的陆地的观察点 我们其实就很有机会 用肉眼甚至不需要望眼镜 就可以看到这些动物 不过我要问一下 它算是一个特有种吗 我们其实现在对它的 是不是特有种 其实还在发展当中 我们怎么说呢 就是它虽然是已经在科学上证实是跟中国沿岸 中国香港沿岸的白海豚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其实从皮肤的身上的斑点 它的分布的模式跟它颜色退掉的模式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对 两岸是不太一样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依据 是说在保育上来看的话 它们已经是可以说是两个不一样的族群 那台湾的白海豚 它其实在我们说的潜力上面 它是有可能可以称为 就是当然要时间够久 它是有可能成为台湾的特有亚种 我们现在如果是说它是中华白海豚 是外面一般都认为是跟大陆 就是沿岸那边的这个白海豚 是一样的这个类特种种姓就是了 是不是 其实在目前科学上来说 它们还是同一个物种 同样的学名 但是就保育上来看的话 其实因为有台湾海峡这样子的地理隔阂 那地理隔阂加上时间上 已经非常长的时间 有这样子的隔阂的关系 所以台湾跟中国香港沿岸的白海豚 几乎是没有任何基因的交流的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隔离性 所以长久下来之后 台湾的白海豚开始渐渐自成一格 所以其实在IUCN就是国际保育红皮书 他们在2008年 把台湾的白海豚就是列为是兵尾等级的时候 它其实特指的就是我们台湾这群白海豚 是的 所以我们有要把它证明吗 或者改名字吗 对 其实我们一直在试图 就是试图证明 对 所以像这一次 因为我看到有人讲说 它叫什么台湾西岸白海豚 或者是说叫改其他的名字 对不对 对 其实如果说在 名字上我们如果讲台湾白海豚的话 其实更可以去区隔说 我们在讲的并不是中国沿岸的这个白海豚 而是特指于生活在台湾西海岸的这群白海豚 因为光是在IUCN的认定上 他们的保育等级就是不一样的 保育等级现在差在哪里呢 其实像那个台湾西岸白海豚是CR等级 就是已经濒临绝种的等级 它如果在网上一级的话 就是绝种 对 那中国跟香港沿岸的这些白海豚 它是接近危险 就是说它其实虽然族群有面临到威胁 但是还不至于到绝种的地步 所以这个保育等级其实就有差别了 所以我们的妈祖鱼已经是濒临绝种的 这样的需要保育的动物就是了 对对对 好 您刚刚提到 就是说其实我们一般人赏金的时候 会选择是哪里 花莲 对 就是这个台湾的这个东海岸那个地方 对不对 那一般我们不会到西海岸 因为很难想象西海岸那边居然有 居然有金屯可以看得到 而且就是三 您刚刚提到的是30公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对 水深以内 是是是 我们想要了解的是 为什么它比较适合这样的一个环境呢 其实我想这个其实 就是它先天的一个分布就是这样子 它这样子是不是比较容易造成 它这个面临这个濒临绝种的一个危机 因为我们开发的时候都是沿岸在开发嘛 对不对 对 其实这就是它就是面临 很大的威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它离岸实在太近了 那像我们其实非常多的人类活动 包括像很多工业区 或者港区 或者甚至有些天海造陆的这些开发案 其实都会在沿岸 那其实刚好就是跟它的气地是重叠 或者是会直接影响到它的气地 对 那加上说像有一些污染的排放 废水的排放 它其实它也是首当其冲 因为离岸太近了 然后它非常依赖河口 所以它其实首当其冲就会受到这些影响 对 所以因为这样的特性 其实也让它的这个族群 遭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对 就是它的这个习性嘛 让它变成又必须要面对这样的威胁 对 有事的就是改变它的这个整个 棲息的状态吗 环境吗 您说改变它 它的就是分布上先天的一个天线制 对 其实像中国的沿岸 或者是我们看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白海豚的分布 它其实都是紧临着岸边 所以只要水浴深 其实你就找不到白海豚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物种 其实它就是它先天的一个地理上分布的一个情形 对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子 可能就要问上帝 对 不过我们也了解一下它目前的数量好不好 看它分布的情形状况是怎么样的情形 其实它我们目前台湾西岸这边就是从苗栗到台南的这段距离里面 其实都可以看到白海豚 那根据我们2013年 就是去年 我们这边掌握到的数据 它其实大概剩75头左右 只剩75头了 对 其实数量非常的少 少于100了这样子 对 那目前这个状况的话 刚刚您有提到就是说 因为它棲息的这个状况 比较容易遭受到环境的这个威胁 除了您刚刚提到的就是一些污染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东西 现在是对它的威胁是比较大的 其实除了污染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奇地的破坏 像我们可能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 就是大概一年到两年前的国光石化这样子的案子 其实对它的奇地的破坏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那再来就是刚说的污染 然后还有水下的噪音 噪音也会 对 噪音也会 因为他们是靠听觉在认识这个世界 然后在觅食等等 对 那所以像之后可能有些 大规模开发的一些离岸风机 也有可能会造成 就是海豚的 奇地的一些影响 天啊 离岸风机也会 对 因为就是他们在打 他们在打桩的过程当中 如果使用的攻法是比较 比较 侵入性的话 就是可能是比较剧烈的攻法的话 那可能会把海豚赶离他们的奇地 因为声响太大 哇 那现在离岸风机不是列为 这个他们现在重点要发展的一个计划吗 对 所以其实我们在离岸风机里头 我们其实在最近这两个通过 环平的离岸风机里头 其实我们都有去要求 他们至少要避开海豚的奇地 然后再搭配一些比较 比如说软启动的攻法 或是不一样的去挖掘 那个基座的攻法 去减少对海豚的影响 对 所以现在目前是已经取得共识了吗 我想共识可能是慢慢形成当中了 但至少像前两天 农兰会这边预公告了 海豚的重要奇地 至少这个奇地范围化出来之后 那未来这些要开发的厂商 它至少有个疑问说 它可以主动去回避海豚的奇地 我想这是重要奇地 在这边的一个 很主要的一个目的这样子 您既然提到奇地 我们现在来问一下奇地好了 这个是号称台湾第一座的 海上野生动物重要奇袭的一个环境 您这种保育的方式在国外很常见吗 其实是 当然就是说不同的所谓保护区 它其实有不同的强度 那像重要奇地的这样子的强度 它其实是容许 就是比如说大家可能会主意到 那七海岸这一段被化为重要奇地的这一段海岸 苗栗到嘉义 其实是非常多的渔民 非常多的渔船 或者是交通船 航运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 有很多人都在共同使用这一块水域 那像重要奇地 它这样子的一个奇地的话 这样子的话 它其实是可以允许现行的 在里面合法的去使用这个奇地的 就是使用这一块水域 所以其实在强度上 它是可以接受就是目前 就是大家合理性地去使用 那当然有一些强度更高的保护区 就是比如说你完全不可以在里头 进行任何的渔业的行动 甚至你的航运可能必须要避开那个地方 那是强度更强 但目前我们化设的这个地方 其实是属于可以容许 就是其他的渔船的作业 可以继续在里头进行的一个保护区的行事 您对于这一次划定的这个强度满意吗 满不满意 我觉得有进步空间 不因为我们看到新闻 他还是有讲是说 有一些渔民还是有不晓得反弹 您第一线的观察实际状况是怎么样呢 我想渔民他们的反弹是来自于 我觉得有很大的部分其实是来自于 就是对可能就是之前政府施政的一些不信任 对因为其实在现场的时候 就是不管是我们或者是在 或者是说政府单位在说明的时候 其实都一直一再的强调 这个不会去影响到渔民现在的捕捞行为 当然现有的就是既有的这些禁令 比如说三海里内禁止脱往的这个禁令 其实本来就在那边了 并不会因为这个中央基地的划设而更加强 或去线索渔民的行动 但是因为渔民可能在基于 就是有一些就是可能对政府的事件 有些不信任 所以他们这部分可能还是有误解在 所以这个误解还没化解之前 可能渔民都会认为 就是这个会线索他们的渔业行为 但是实际上确实是不会 所以你们有在跟他们做进一步沟通吗 我们也会去继续跟他们沟通 那我相信就是政府这边其实也 后续也会持续的去沟通 所以事实上划分这样的一个环境的 保育领域跟这个渔民的捕鱼的这个工作 并没有这个相冲突的地方吗 对不对 对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 非常基本的一个范围 就是这个动物的棲地范围的公告 那对于里头的这些渔业行为 其实是没有再去线索的 对那反而是说这个漆地公告之后 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离岸风机 离岸风机就变成它必须去 第一个它可能主动需要去回避 第二个当它在环屏上面 它碰到说它可能需要 射在海豚的漆地里头的时候 它就没有办法去回避 它必须去找出一些 可以减轻对海豚冲击的一些措施 对所以其实就我们来说 这个漆地的划设 它其实对于这些沿岸开发行为的设限 是更大的 问您刚刚提到这个风机 您刚刚提到的是讲说 它在施工的时候 避免它这个过度可以会造成噪音 然后影响到海豚 但如果它真的是施工完成之后 它在运作的时候 也会有相同的问题存在吗 其实我们也是担心 就是在施工之后 会有怎么样的情况 因为其实台湾 因为很多人都在讲说 这个风力发电 这个离岸风机 可能会对这个东海岸的这个生态 造成很大的影响 你们也会持相同的看法吗 因为其实在台湾 毕竟这个离岸风机是第一次 台湾其实完全 在就是做离岸风机 其实是没有经验的 那到底台湾的海床的形态 海床的性质 它怎么样的性质 它怎么传生 它怎么样去影响 我们的海域里面的这些生物 其实都是未知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开发案 在进行环平的时候 我们就要求说 你们必须要有监测的计划 是 就当你在包括施工 包括营运 你都要有施工 你都必须要有监测计划 去了解你的机器 对于附近的海域 你的生物有没有什么影响 是 对那当然这样子的资料 它最后必须再回馈到 比如说其他的开发案 或是这个开发案本身 它要怎么样去调整 对 所以未来还得继续观察就是了 对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画下这个环境的 这个环保的这个区域之后呢 已经可以做到 我们所需要做到的目标呢 还是说我们还可以再多做些什么 一定是还可以再多做些什么 对 其实这个重要气息环境化石 其实只是第一步 也就是说去划定 跟国人公告说 这些动物它住在哪里 但是像刚刚提到的 里面的这些威胁 比如说气地的消失 然后水下噪音 然后包括污染 或者是我刚刚没有说到的 一些非法渔业的威胁等等 这些其实都还是要在 更积极的保育措施 它才有办法 真正的去保护到白海豚 对 所以未来好像 牡利空间还蛮大的 对 就是其实还有很多事要做 不过您刚提到 这个牡利空间还蛮大的 我们看到 这个一宣布 这个保育环区域之后呢 台中那边就已经宣布 要打造一个白海豚的海洋 保育的一个基地 您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 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白海豚的生态馆 是 其实这件事情 真的是蛮奇妙的 对 因为其实在 在这个生态馆里头 我觉得可以用 就是一 就是一一个 族群的保育的 这个观点来看 就是保育的观点来看 更用一个市政的观点来看 那其实从保育的观点来看 我们认为就是他在 他在 他在这样子的一个观 他其实对于 白海豚的族群的保育 老实说他其实并没有 比较实质的 一些正面的影响 对 因为我们认为就是 台湾市政府他如果要去 他如果是真的这么 爱白海豚 这么喜欢他 对 我想最重要的应该是 他去加强他沿岸 也就是台中这段海岸 他白海豚的基地里面的 这些非法的行为 这些污染的行为 他其实应该可以去 更加强的去查击 或者去取地 去加强这些执法的能量 然后或者是说 他可以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他可以在沿岸设置 简单的这些陆地观察点 然后去推广 去推广这些 白海豚的陆地观察 在整个 整个台湾市之内去推广 这些教育 或者保育的观念 那再来就是 他也可以去发布一些 监测的计划 所以去了解说 白海豚在台中沿岸的生态 到底是 到底是什么 他在台中这段海岸 是觅食呢 还是他会得点育用呢 他至于台中这段海岸 的关系是什么 这其实是很多 可以拿同样 这笔3.5亿的钱 其实可以做更多 实质对海豚 有正面的影响的事情 听起来你好像 比较保育的态度 对 就是这个 就保育上来说 我觉得实质的 保育的影响 是更重要的 对 你就认为这个钱 应该先花在 这个第一个刀口上 就是了 对 因为其实 如果他这钱花下去 可是你看白海豚 现在已经生75只了 那可能再过几年 我们不晓得 还看不看得到他 你们这么悲观啊 如果这个 现在我们的保育工作 如果持续这样 做下去的话 您觉得 他还会持续减少 因为他 海豚本来就是一种 生殖率非常低的动物 他大概一年 一只一年大概就产一胎 是 对 那这一胎 不是每一只 有生产的动物 都活得下来 所以其实他的族群的 补充是非常慢的 那既然如果台湾的 沿海的环境 持续恶化 并没有比较好的话 那其实 我个人确实是 蛮悲观的 哇 听起来真的 不太妙 那请问一下 马祖鱼 这个保育联盟 未来是不是有一些计划 可以加强我们 对这方面的一个 保育的这个想法 或是作为 是 像我们最近 其实就有一个工作坊 一个国际的工作坊 我们邀请就是 其他国家 也同样在进行 像这种 鲸豚保育的学者来 那我们是要去 试着去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 比如说在台湾的 白海豚的棋地里面 其实有非常多 就是对环境 比较不友善的渔业 比如说像是拖网 那这些渔业 其实跟海豚之间的冲突 有直接的跟间接 直接的可能就是 它可能 海豚会撞到网子 那可能 直接被伤害 对 那间接就是说 它可能把这些鱼 把这些小鱼 鱼员都抓走了 没有食物可以吃了 对 那我们要怎么样 去试着去解决 这样子的冲突 因为我们一直认为 就是 鱼业跟白海豚 他们其实都是要靠 有没有鱼嘛 有没有鱼 对鱼业来说 就是抓不抓得到 抓不抓得到钱 对白海豚来说 就是能不能 能不能延续 能不能吃饱 能不能延续生命 这样 所以我们认为 他们其实是共同体 鱼业跟白海豚是共同体 那怎么样去转化 就是 渔民一直以来 对海豚这样子的 对立的这种 这种情绪 然后让他们真的 意识到 自己是在同一条船上 所以我们希望 可以有一些 就是这次研讨会 可以有一些答案 然后可以做成一些 具体的政策 让政府可以去推动 国外有相同的 这个问题存在吗 其实有 对 也就是 而且 就是他们其实是 比白海豚更可怕 更紧急的状况 那其实他们是靠政府 就是投入了非常多的 资源跟人力 跟研究在这里头 那去做 之后才开始 似乎有一点起色 但是这个case还没有结束 还在进行 还在持续救援当中 问如何 台湾在这个保育 中华白海豚上面 总算是跨出了一大步 我们也很希望 未来在相关的 保育措施的配套上面 可以做得更完整 让台湾的保育工作 可以做得面面俱到 甚至就像是 这个秘书长 可以提到的 让于悦跟白海豚 可以呈现一个 对 双赢共生的局面 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 台湾巴祖与保育联盟的 秘书长 甘成怡 来为我们做 深入的介绍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